大家說話你要聽,我是節目主持人沙交弟先生 今天晚上就準備了四宗新聞跟大家說 第一宗就是Travis Godson Air Jordan 1-0這個新的系列 其實接下來就會推出的 之前都一直說了很久很久很久,但都還沒推出 今次就已經有很多Stick Ahead 或者很多不同的人說7月21日就會推出 就會以淺奶油色,再加上淺啡色,而為主色 其實基本上都是算Travis Godson那件官司事件之後 第一雙是用HotD的鞋子去製造的鞋子 而且本身再之前已經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所以大家都應該很期待這雙鞋子 我也很期待,因為我覺得Travis Godson這麼多雙鞋子 Low是最好看和最容易配搭的一雙鞋子 所以如果我可以抽到的話,我都會買 第二宗就是Edison Palace Edison Palace都是長期合作的夥伴 甚至可以Supreme成Lake 但這次就以Lectro為主題 其實它的主色是用君律色和卡奇色為主 其實他們之前推出的一些系列都是比較外出的 或者其實一些沒那麼多人會去買的系列 沒有Supreme成Lake那麼紅 所以這次我自己看完整輯的東西 其實我也是OK 不過這次又沒有鞋子 Edison Palace沒有跟它推出鞋子 但是會有很多外出的衣服、褲子和帽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相信炒價也不會太貴 加上上一間Palace在內地也有得買的 第三宗就是要說這個花井右界 就是大日成Stranger Things的系列 成Stranger Things的系列 其實都是Ledflex比較小幼地跟一些潮流的藝人士或潮流的玩意合作 這次會有畫作 而且會有一張圖片 這個圖片是100公分高 就是這個景長 這幅畫也是一個景長 這幅畫的左下角停止右下角 就會有花井右界的本身是參與簽名 其實這幅畫跟NFT就有點接軌 因為你持有花井右界的NFT 你才可以抽籤 去看看是否買到這個項目 如果你沒有這個NFT 其實你基本上是沒有機會買到的 就是正價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有NFT就記得抽 因為我都沒有 其實花井右界本身的NFT也不是便宜的 我自己覺得這次雖然是NFT和生活化的東西接軌 但是我自己覺得你又買多了一件東西 而且你要付入場費才會抽中 付完入場費也未必抽中 所以我自己覺得看你怎樣看 但是Ledflex這次就很有心 找花井右界去做 我自己看相片的時候都覺得挺漂亮、挺吸引的 而且它只有限量100幅 而且每一幅和每一隻公仔都會有編號 第四單就是Hidden成索羅門 Hidden就是一個Broad 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是比較近來我自己留意多一點的一個Torsover 其實我已經留意了一個多月 大家一直都不知道有多年齡 於是今個禮物就會推出 就會有索羅門的鞋子 也有些衣服 也有些褲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雙鞋就用了XT6去做 其實這雙鞋的鞋身就用了白色 加上一點點綠色 而且後面會有Hidden H字的Local 我自己會想買到這雙鞋 但是我不知道買不買得到 這次的Corsofa都是叫Hidden近來 跟Ledflex Corsofa原來的比較大的Corsofa 這集就這麼多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追蹤我的IG 還有點讚我的影片 還有分享 謝謝 拜拜 鞋子 筷子 還有 容